父亲不幸离世,四岁儿子,背负百万房贷,银行,每月只还六千元。 2022年的一天,丹金女士韩某突然接到了一通来自银行的电话,银行在电话内通知韩女士去处理已故前夫傅某遗留的房子财产问题,有人可能会问,既然已经是前夫,银行怎么会通知韩某来处理傅某的财产问题呢? 原来傅某的父母双亲已经去世,身边没有更近的直系亲属了,所以她的遗产第一顺位继承人就只有她的子嗣了。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,天上从不会有掉馅饼的好事。 紧跟在房产继承后面的,不是突如其来的金钱,而是巨额的债务。 这年头连四岁的娃都要还房贷了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,探秘案件真相,尽在岸边风云。 韩某与傅某离婚三年,婚内增育有一子,所以傅某意外去世,没有遗嘱的情况下,小妇就是傅某唯一的财产继承人。 小妇在父母离婚后,其实是被判给了父亲,但二零二年年初,傅某意外去世,小妇不得不在大人的带领下到了亲妈韩某的身边,已经有了新家庭的韩某,把小妇当成了累赘,并不愿意抚养。 但在父亲已逝的情况下,韩某不抚养小妇将会构成遗弃罪,承担法律责任,所以韩某只能捏着鼻子认了。 此刻听闻儿子能够继承傅某的房产,韩某十分兴奋。 这就代表他们一直租房住的生活将要结束,即将正式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了。 他十分庆庆自己抚养小妇的决定,与父母离婚,早已任何没有感情的韩某此刻唯一有的情绪,就是儿子即将继承房产的喜悦之感。 他丝毫没有多想,韩某很快就带着儿子小妇去,办理了继承房产的手续,收拾收拾行李,住进了继承的房子中。 但快乐的日子没过几天,韩某就接到了银行的催债的电话,原来父母的房贷并未还清,只是付了首付,才刚开始还了几个月的贷款,就出了意外,后面还剩百万的贷款,需要继承房产的小妇接力来还清,作为小妇的监护人。 韩某是需要替代小妇来还这笔债务的,银行告诉韩某,其实房贷不高,每个月只需要还六千元而已,可六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,已经是很难拿出的数额,这话真的无异于何不食肉米。 并且韩某仔细核算过后发现,六千元的贷款中有三千是银行的利息,利息甚至和本金都能对半分,可韩某的工作薪资并不高。 一个月只有两千元左右,六千的贷款对他来说与天价无异,就算每个月不吃不喝,韩某也根本还不起房贷。 银行工作人员催说,小妇已经成功继承房子,如果断供时间过长,可能将会被起诉,承担法律责任,严重情况可能会被银行列为失信人员。 造成重大损失,不仅如此,贷款逾期之后,法息会越涨越多,如滚雪球一般,越便越大。 韩某被这天降的坏消息,砸得晕头转向,后悔没有弄清财产问题,就火速带小夫继承了房产,导致现在进退两难。 生活也因此变得艰难,让四岁的孩子还房贷,怎么听都觉得荒诞怪异的事情却是符合法律规定的。 因为法律要求就是遗产核债务是捆绑继承的,权力和义务永远都是相统一的。 没有人能够只享受权力,而不履行义务,韩某无奈至极,想寻求社会帮助,花大价钱联系了一个媒体。 带着媒体工作人员一起来到了银行,即便韩某怎么去跟银行解,是自己与小夫没有能力还债,银行都没有松口。 银行工作人员称这是公司的制度,是法律的要求,即使自己从个人方面在理解同情他们,也没有人能改变局面。 小夫继承了遗产,那么还款,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,逃不了。 就此,四岁的小夫还没有成为大人,就已经背上了巨额的债务。 视频传播开来后,很多网友对此议论纷纷,大部分人都在质疑银行,因为每隔一段时间,网上总会炒出关于银行的问题。 让很多人失去了对银行的信任,银行一贯的工作作风给许多人留有不好的印象。 有网友说,这就是银行的为了不承受损失的流氓行为,实在没有办法的韩某此时称自己突然得知傅某还有一任前妻,并与第一任前妻育有一女,女孩的抚养权在其母亲的手上,但和小夫拥有同等继承权。 但韩某说,自己一开始认为,女儿终将是要嫁出去的别人家的人,儿子才是傅某传宗接代的根本,所以遗产应该让小夫全部继承。 所以,他一开始没有去找傅某的女儿,但他现在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了,才想着准备去寻找傅某女儿来协商处理遗产继承仪式。 傅某生前购买房产师傅的首付,是一笔不小的款项,若不是实在没辙,韩某此时有可能仍不通知傅某第一任前妻此时,韩某怎么舍得将如此一块大肥肉吐出来,拱手让人呢? 韩某是否真的此前不知道傅某还有一任妻子,众说纷纭。 很多网友说,韩某在网上哭穷时则根本不厚道,想要独吞房子,但他又没有任何还贷能力,傅某的前一任妻子绝不可能同意和他一起分担房贷。 评分房产的,无论网友如何猜测此事,韩某还是找到了傅某的女儿和前前妻,并告诉了他前夫留下的遗产仪式。 但是,理论上来说,傅某的女儿和小妇是拥有同样继承权的,如果他与他的母亲有能力偿还每月六千的高额债务,那房产将会没有小妇的任何事情。 但由于也是单亲妈妈,傅某第一任前妻的生活也过得比较紧张。 无力支付每个月六千的高额房贷,他直接代替女儿,拒绝了房产的继承,原本应该是香伯伯的房产。 此时像个烫手山芋,没有人愿意接手,韩某慌了。 傅某第一任前妻如果选择继承房产,他担心房产没他的份,人家放弃继承。 他又没办法处理此事,进退两难,实在是贪心之志。 此案被曝光到网上后,还有许多吃瓜群众质疑傅某的女儿也同样拥有继承权的事。 因为虽然傅某女儿与傅某是直系血亲,但他的监护权并不归属于傅某,而在傅某第一任前妻那里。 这样傅某女儿有资格来继承遗产吗? 继承法规定,只要是父母一方的直系血亲,都应该享有继承权,所以即便是与前妻所生的孩子也会有继承权,只是傅某女儿主动放弃继承,但并不意味着女儿抚养权给妈妈,就无权继承父亲遗产。 古话说,负债子长,从古至今,人们的观念中一直认为父亲的债务,儿子偿还,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 但是孩子是否有能力偿还债务,亦或出现其他情况都无人能预料,做事不切合实际,将会形成重大隐患,我国人口众多。 类似案例数不胜数,因此,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民财产权益,相关人员在编转法律法规时,财产继承会出现的众多情况中,就考虑到了被继承人驱使后所遗留的债务问题,小富已经继承了父亲的房产,同时就也继承了父亲的债务,只有偿还轻债务之后,剩下的部分才是小富能够分得的财产。 那韩某和小富真的没有办法,只能因为一时选择错误,彻底步入水深火热的生活吗? 其实无法承担房贷的小富只要选择放弃房产继承,就不需要再承担房贷。 有网友为小富出谋划策,如果房子的商品价值持续上升,孩子想要放弃房子的继承权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,因为会有人从中得利。 但如果后续房子贬值,小富再想甩掉这个烫手山芋可就难了,现在放弃房子是相对明智的选择。 疫情过后,各地房子都在贬值,升值已经不符合大环境的发展趋势了。 更何况他与母亲无力支付后续贷款,房子一旦断供,还会让小富背上负债,得不偿失。 所以对韩某来说,最有利的解决方式就是跟开发商协商退回首付,然后与父某女儿平分掉首付。 如此一来,不仅不需要偿还贷款,还有利比存款。 现在韩某能做的就是把房子卖掉,用房款偿还银行贷款。 如果能溢价的话,还可以赚一部分溢价收益和银行协商法拍。 但这样的话,可能会赔一部分钱和开发商协商终止合同,上面都是理论构想。 实际中,韩某若想要退房,必须与开发楼盘的房地产公司以及父某贷款的银行进行协商。 达成共识,因为买房时,父某分别和房产公司与银行签署购房合同以及贷款合同。 合同还在生效,想要退首付,不可能越过这两方。 而具体究竟该怎样协商,就需要韩某找到专业律师来做功课了。 韩某的实际情况,已经完全可以协商解除合同了,但在退掉首付后,韩某收到的遗产一定会因各种因素低于原价值,违约还会被扣款。 韩某和父某第一任前妻只能在此情况下再分遗产。 韩某的实际获得一定不会满足她原先的心理预期。 梁女士为何隐瞒前夫女儿的存在? 本案中,梁女士一直声称只有自己的儿子在被银行催促每月还房贷,只字不提前夫女儿的存在。 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,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,一、第一顺序,配偶、子女、父母。 二、第二顺序,兄弟姐妹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,在继承开始时,遗产的继承应已被继承的法定顺序为准。 如果没有第一个继承人,则由第二个继承人继承,房子是父母与梁女士离婚后自己贷款所买。 因此,有权继承房产,偿还房贷的只有其直系血亲,也就是父母义和他与第一任妻子的女儿。 直到记者追问,梁女士才打电话联系前夫的女儿。 其女表示,在这通电话之前,她并不知情,父亲曾贷款买房。 如果梁女士是在其女不知情的情况下,申请将银行退首付,那么她的行为可以构成隐瞒继承人的情节,隐瞒继承人。 指的是遗产继承案件中,隐瞒被继承人还有其他继承人的事实,导致案件的处理,遗漏了必要当事人,最终酿成错案,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。 对于隐瞒继承人的行为人,法院将按照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,急于处罚,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。 拘留,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,至于她为何要隐瞒前夫女儿的存在,答案显而易见,房贷不论还与不还,其最后所落得的钱都只会在父母义的身上。 梁女士作为父母义的监护人,同样有权贷为管理财产。 由此可见,多一个人和自己的儿子争夺房产,梁女士就会少一半的钱。 房子的继承和贷款必须由父母义继承骂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1条规定,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,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。 继承人放弃继承的,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,可以不负清偿责任。 首先,该案中有两名继承人,这样首先需要划定该房子究竟由谁继承,公正敌,确定继承权。 如果父母义继承该房子,根据规定同时就要承担该房子剩余房贷的偿还责任,因为其已经享受了继承所带来的财产好处。 但是父母义及其母亲并没有能力承担房贷,无力偿还房贷的前提下,就需要承担可能逾期的风险。 因此,父母义及其母亲可以选择补继承该房产,也就不用继承相应的房贷。 如果两名继承人都选择放弃继承,则可以选择将房子抵押给银行,退回首付等以付钱款。 由所有继承人根据继承顺位和权重进行划分继承,不想还贷款又想要房子,这只是异想天开。 近年来,由于房屋继承权所引发的矛盾问题不不断发生,当事人要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,必须诉诸于法律, 寻求相关继承权法律的知识。 大家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评论区的讨论。 中国人口众多,在教育已经基本普及的今天,人们还总会因为自己本身的知识欠缺而做许多不利于自己的事情。 所以,政府的普法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。 除此之外,我们还需得谨记,世界上永不会有无缘无故的好运,天上不会掉馅饼,有所事一定会有所得。 永远不要妄想凭空获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,否则贪婪带来的一定是你承担不起的恶果。